大家好,今天是周末乱谈 本来以为这个毛衣战乘来落定了 可是川普又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推文 好像又有一些反复的意思 就是说他的增加的20%的税 也有可能会被取消 好,我在这儿就和大家谈一下 为什么川普会这么反复 为什么他那么拿不定主意 我就和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我的看法 这个中美贸易呢 川普他要的最好的结果 就是中共实现他所想要的结构性的改革 他的目的倒不是要中共垮台 因为对美国来说 中国也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得的市场 如果中国崩盘了 美国的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的挫折 川普现在还是在他的第一任总统 所以他是经不起这个挫折 如果中国崩盘了美国人的消费价格 一下子涨了很多 就是说涨了一半吧 你本来两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 你现在要三块钱才能买到 西方人呢 他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喜欢存钱 就存了就以防 叫rainy day 中文就是下雨天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防范于未然吧 西方国家 这儿的人没有这个观念 因为我们是福利国家 就算你没有钱了 政府也会给你足够的费用 你反正是不会过得太差 所以这儿的人就没有后顾之忧 他有了钱他就玩得高兴 他就图一时享乐吧 也就是有些中国古墓人的 及时行乐的观念 一旦消费品价格上涨的话 西方人是承受不起的 因为他每个月 他的开支就是这么一些 一下子东西涨了50% 很多人就要开始借债度日了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对川普的连任是 会很有影响的 因为川普现在 最大的优点就是 在他的总统之下 美国的经济 大幅度回溯 经济增长比欧巴马 时代的哪一年都要好 但是在媒体上呢 川普的形象是 不是很好的 因为 我以前也讲过 这儿的媒体 90%都已经被 左派阵营占领 所以 这些媒体都是 挺民主党的人 一个民主党的 政客 可以干很多 离谱的事情 媒体也 就 把它一带而过 也不刨根问底 就像民主党内有个参议员叫 Feinstein Feinstein 他是个犹太女人 他和中共啊 我估计是有勾兑的 因为他的司机 是一个中共间谍 在他的手下 潜藏了大概有20年左右 然后被FBI挖出来了 他就故作军党 有这么一回事 那谁知道他 是不是和中共有勾兑呢 如果川普 手下有一个人 是和 他是一个 俄罗斯间谍 不要说20年 就是两年吧 就算几个月吧 那媒体肯定也要 刨根问题 英文叫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就是把每一块石头都翻过来查 所以在这儿 所谓的媒体问责啊 你要看 他是 问谁的责 如果是共和党人 他有一丁点的 不减点了什么的 媒体就会无所不用其极 一直到把他搞错为止 而民主党人呢 他就最多报道一下 也不做什么深度的评论 民主党政客里的 欧洲市很多的 就是媒体不给 不报道救赎 所以呢 我在为中国将来 所描写的蓝图里呢 就不能刚依靠媒体 来做监督作用 还是要有一个 中立的监察机构 就像今天的香港的廉政公署 或者是中华民国的监察院 对媒体被操纵 也是有一个制衡作用 那回到 为什么川普 那么反复呢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他有这个 2020年的 连任的竞选 他如果想要保证连任 最好的结局 就是和中国达成 新贸易协议 可以让美国的获利最大化 因为他不是想要搞垮中共 所以我一直没有看到 美国提出要把互联网 公开化之类的东西 我对中共的固执和愚蠢 也是没有话讲的 我想中国人大概都有这一个缺点 在中共身上升华了 这个缺点就是不肯吃亏 小亏也不能吃 我以前也讲过了 我讲脸相的时候 讲西方人的两眼睛 中间的距离比较大一些 这个距离一般就表示 这个人有多大方 所以西方人 我说就是欧美人 他吃点小亏 他是不在乎的 特别是他觉得你很穷 很可怜 那我放弃一些自己的利益 来照顾你的利益 绝大多数欧美人 都不会反对 但是现在如果你已经 要逼我有钱了 你还是要占我便宜 那我就觉得心里不平衡了 对不对 那中国呢 他就占便宜占惯了 我这十几二十年了 一直这么占的便宜 你突然不让我占了 他把这个也当做吃亏 那么出去 这个第一个 川普最希望的结局 那第二个结局 是中共不让步 我这个便宜 我是站定了 我就是不想放弃 那我以前也讲过了 川普的牛仔精神 一上来 他也会给你降到底 你现在两千亿 已经开始争税了 如果再加到六千亿的话 中国的经济就会面临崩盘 当然了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因为这样的话 川普他还要向美国的民众解释 他为什么这么做 现在美国人的日子 要比以前难过一点了 他要为他们做出解释 这个牺牲值不值得 那就看川普的人能力了 他如果有能力 可以让群众接受 这一个暂时的小小的困难 因为和中国比 美国可能遭受的伤害 那是可以说是 位后几位的 就是大家买东西 要比平常贵一点 因为中国会便宜 你美国从其他地方进口 就要稍微贵一些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中国东西会被 会比一些东南亚的穷国还要便宜 你说劳动力吧 你想越南啊 老挝啊 柬埔寨这些国家 菲律宾啊 他们的工资 我不见得会比中国人高 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些猫腻 就像华为一样 这些商品呢 都是中国政府 他的恶意竞争 他就补贴这些厂家 让他们占领市场 造成垄断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自由竞争出现的结局 他是一个 一个政府操控的垄断行为 川普想要打击的就是这种行为 就2016年竞选的时候 我曾经经常看川普发言 他一直把中国放在嘴上 可以说是念念不忘 他美国的左派 他叫攻击川普 他没有说川普和中国有勾兑 他说川普和俄罗斯有勾兑 因为川普实实在在 对中国啊 伊朗啊 朝鲜啊 这些专制国家 他都非常强硬 所以 他的政敌也 也没有逻辑能说 川普在和这些世界的邪恶势力 有勾兑 唯一 唯一他们能找到的借口 就是川普 他一直 他从来没有说过 对俄罗斯有敌意的发言 这就让他们找到个借口 而认为川普和俄罗斯有勾兑 当然了 我们现在知道通俄门 纯粹是仔细乎有 完全是 完全是川普的政敌 逆造出来的 我想要说的呢 就是川普在竞选之前 甚至在竞选十年之前 就是说 二零 二十一世纪初开始 川普就一直在唠叨着 中国中国中国 要提防中国 他一针剑血的 意识到了 美国的 美国经济的不景气 特别是 美国劳工阶层的 生活越来越困难 它的直接原因就是 中国的对市场 劳动力 货币的操纵 就是各种 恶意的竞争 以达到垄断的行为 这是造成美国 产业工人 大批失业 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认为呢 川普和 中共的对抗 它是不会 妥协的 它肯定是要 强硬到底的 中共呢 就要自己掂量掂量了 你有没有实力 和美国 一直杠下去 如果中共的高层领导人 愿意 听我的 劝的话 还是应该签一个城下之门 我这也不是为了 为了保中共的政权 因为中共这个政权 它迟早是要毁灭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 长久性的专制政权 你想中国的宋朝 那么一个开明的 温和的政府 它最后也不是灭亡了吗 虽然不是因为内部原因 我奉劝中共 向美国输成 的原因呢 就是 不要 让矛盾 再继续激化 因为这样下去呢 不但对 美国人 有小小的坏处 对中国人的坏处 是更大的 因为 你想 经济崩盘了 中共为了转移 民众的不满 它就可能 把矛盾 向外转移 它就可能发动战争 甚至攻打台湾 它如果武力攻打台湾了 那美国就要参战 这样的话就要打世界大战 虽然我知道很多民营人士 就是盼望着这一天到来 但是我还是希望 中共 中国可以 逐步的转变 就是通过非暴力手段 一步步改良 特别是现在 它在美国的压力下 它不得不改良 所以它 如果签了 一个城下之盟 它就是走向改良的第一步 然后以后 在乱砍我的 穿越小说的时候 也要把美国的影响力 放进来 促成中国 逐步走向限制民主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